嗨各位爸爸妈妈们好 或者是小朋友们好 想要让孩子在放假的时候有点事情做的话 非常推荐小朋友真的是小小孩 不管是幼稚园还是国小小朋友 你们可以用coolenglish去 我这样一直不断的在推广这个app 这个这个网站 并不是我跟他有合作 这个是教育部好像委托不好来公司做的 我只是觉得他是帮助很多的孩子 不管你是想要提升哪个程度的孩子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网站 你就打coolenglish就可以进去了 小朋友的话呢 老师用可爱一点点的声音 可能让你比较有精神 小朋友们我们可以进入国小区 你要记得要进入coolenglish的话 要有属于自己的账号 不好意思 老师的小孩已经有点大了 所以我没有国小的小朋友可以用 所以我这边如果我要用的话 我就得要注册一个账号 那你如果不会注册账号的话 请爸爸妈妈帮你注册一个账号 那注册账号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使用coolenglish 那coolenglish它这里有一个比赛专需 比赛专需 现在国小的小朋友现在 呃在那个 我们看一下时间 8月8号到9月9号 它会有一个口说的比赛 口说的比赛 所以你如果暑假还有8月8号到9月9号 这一个月都可以利用时间来参加这个比赛 好那你要比赛之前要先填写报名表 它这里会告诉你方式 但因为它这里还没有开放报名 如果可以开放 它这里会写点我开始报名 就点下去 你下去之后 它会要你填写你的个人资料 就是你是念哪个学校啊 你哪个班级啊 哪个年级哪个班级 你的名字啊 之类的东西 就填写完就可以 就可以开始 玩它的比赛专需 那它还也有一个 自主学习活动 自主学习活动就是希望说小朋友 你可以每个月来coolenglish 学英文 利用这个平台来学英文 好那它就是规定你就是每个月 我先用我女儿的账号好了 虽然它是高中生 好每个月呢进来之后呢 你要先看一下详细办法 就是每个月你进来这个 我忘记国小要几个小时 像高中区应该是15个 每个月要15个小时 我不知道国小区是不是少一点 我没有打算要把这影片录太久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它总共要花费多少时间 才能够达到它的标准 你只要达到标准的话 每个月都抽出120名的同学 你可以获得一六百块的超商礼券 所以可以利用这个活动去赚你的零用钱 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一个课程专需 给小朋友用的 你们国小的小朋友可能有很多版本 对不对 学校可能会有康轩啊 汉林啊 汉林有分好几个版本 像我们家小朋友以前是用那个什么 Here we go之类的 现在可能用和家人很多的版本 就点进去 它会帮你弄好 它这里都是你们现在版本的书里面 有的教材都在里面的 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说 我这个东西我是不是还要去买参考书 不用就进来Google English 考试前进来里面复习 每一课我可以点一课给你看 像康轩的follow me 这个是book1 第一课应该很容易 what's your name 它这里就会有用动画来教这一课 还有学习A到App 还有Quiz 听力有Hello之类的 你每一个都玩一玩 它会帮你做打勾的动作 你只要一直打勾 一直打勾 时速累积到15个小时 假设是过小区也是15个小时 你就符合自主学习的那个条件 课程专句呢 它还有听力啊 还有智慧啊 小朋友老师很推荐你用这个 游戏 对玩游戏 用玩游戏来学英文是最好的 比如说你有那种什么 小朋友若是幼稚园 可以用幼儿歌曲乐园 那也可以用什么沉浸式的小游戏 我没有要带你们看 你可以回家自己一个一个点看看 看哪个比较好玩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用游戏来学英文 那如果你是到了小五小六 你可能要准备音简的初级的话 你也可以用用这里的历界学历 可以测量 就是他可能有一些类似 某些学校可能要考那个 资优班 国小阿生 国中的时候有那资优班考试 就是所谓的学艺竞赛 或者像我们正义高中就叫做正义悲 这样子 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名称 我就不再不再帮别人推销了 好那你就用这方法去学 你有智慧区 你可以玩很多东西 那我比较推荐的 其实如果你知道提升你的单字能力 请你用阅读 用读本 是最好的 那如果觉得读本太难 你可以从其他的什么 我阅读奇幻王国 Level1开始 这是适合初阶的 如果你是还是在 学初阶的单字的话 很适合用这方式来学英文 好那这个大概是 Core English里面的国小专区 有的东西 那蛮推荐 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踹一次 你可以即使可以省很多的补习费 我其实不太推荐孩子 都会一直进在那个补习班 而且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你去那边更有可能会 呼吸叫叉感染之类的 不如在家里面 爸爸妈妈陪着孩子 一起用Core English 提升你的英文能力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 下课了